而让民众心寒的当然也少不了疫情爆发的桃源 市长郑文灿今天宣布呢 农历春节和元宵节的动态活动一律取消 这个消息让很多观光景点跟商家旅游业者都相当心灰意冷啊 因为从年初疫情爆发以来 生意就大受影响 现在政府宣布取消所有走春活动 观光人潮也减少 也将再度重创春节生意 街上游客只有小猫两三只桃源著名的大西老街 和过去人生鼎沸的景象简直像是两个世界 年初开始淘积疫情爆发 现在又受到电子厂移工群聚感染影响 桃源市政府不得不寄出更多限制 走春祈福就取消 那其他元宵节的活动 所有的动态活动都取消 简单的说春节元宵活动都一律要取消 年节活动一律取消 高新规定对老街业者来说 简直就是请天霹雳 非常大的损失 而且会比去年更严重 因为去年是过年后 可是这次是过年前 基本摊商他们的备货 都是已经都安在线上了 跟果农都吩咐好了 不可能说临时不跟他拿货 他紧急喊咖的时候 我们的货物都是紧急网络上销售 也卖不掉就直接丢掉了 让备了七万块那个礼拜 除了大西老街 2021年节游客人数超过三十万 位居第一的青浦休闲园区 现在宛如一片空城 知名的度假饭店也闹游客荒 疫情打乱民众的生活节奏 更重创原本就重伤的旅游观光业者 对许多人来说 这个年恐怕又是不好过 记者西洋林黄远新桃园采访报道